去保全管理室執勤 突然把腿衝出 發生什麼事 我們換個角度看 阿嬤帶孫女倒垃圾 起身走進垃圾場 女童年人帶娃娃車往下溜走 車道上畫了一個弧形改變方向 之後往管理室衝去 千句依法之際 被保全一把抓住 我就看到那個車子自己跑 然後當下就是沒想太多 就趕快衝進去 阿嬤隨後跟上前向保全道謝 才將目測一歲多的孫女給推走 結束這場驚魂 嚇死了好不好 如果另外車打下去的話 阿嬤就一過年過去怎麼辦 天外滑來一部娃娃車 嚇壞保全 但他的反應實在很快 不到十秒的時間 每季攔下 剛才有一台 剛才為他的後面要出在外面 這裡是台中太平一處社區 16號早上7點正值上班時段 住戶車來車往頻繁 一個不小心都可能直接撞上 住戶也大讚保全英勇的行為 可是我這一時間他很進嘴就對了 要是我可能會嚇到 可能不敢動嘛 社區門口是一連串的大斜坡 非常危險 出現阿嬤倒垃圾 已不留神 孫女都溜走了 幸好遇上機靈保全化解危機 記者公益德張志凱台中報導